他说指挥中心在干嘛 他说他是第一线处理病人的医师 但目前还没有打疫苗 年初承认自己已经向国外购买了 2000万剂 500万剂 六月会来 怎么突然变成这样 缺疫苗 缺快筛 缺PCR 缺病床 缺人力 那么政府呢 还缺德 这已经是骂得很凶了 所以呢 刚刚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尔洛尔治特别提出来 的确在昨天呢 这个声明一发出 我们都觉得很丢脸 好 这是澳洲墨尔本 因为有26例的确诊 所以已经四度宣布封城了 26例就要封城 台湾现在还不肯封 连说要不要采取部分 四级的措施 目前指挥中心都不愿意 好 来看看这个 他们的声明怎么说 其中提到台湾 说不想要像台湾一样 一发不可收拾 好 那我们一直在 很自豪的说 我们的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现在是完全破功了 好 请跟我们看下一张 超前部署了一年半 差别在哪里 一年半前的各国 入境要隔离14天 那一年半前的台湾 说隔离14天 免采检 机身3天 那么疫苗 大家都还没有 其他国家的封城 不敢封 那么台湾也没 筛检量能 其他国家是严重不足 黑数据也很多 医疗不够 疫情大爆发 台湾都OKOK过去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是隔离14天 才减机13天 那疫苗的话 1%才1% 那刚开始的时候 还说我们不急 对我们来讲 不需要我们防疫模範生 封城我们不敢封 那其他国家的断航 像英国病毒株 还有印度病毒株 全部都断航了 但我们不断不断不断 那三节量能呢 我们现在是严重不足 那黑数据呢 死亡黑数也好 或者是很多数据 还没浮现出来 那么另外呢 医疗量能也是严重不足 疫情现在在台湾 是大爆发的情况 所以赖教授 对我也一直觉得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们都还要放境外的回来 放境外的回来 我说一句比较不好听的 不是也是在抢 我们的医疗资源吗 其实如果是我们国人 就是我们自己台湾的民众 因为虽然你每天 都有境外确诊 对就是我们台湾的民众回来 那是他的基本的权利 这本来就应该回来 但是问题就在外国人 要进来的话 例如说前段时间还传出 有一些从印度进来的 印度在爆发非常严重的时候 他还从印度到日本 再从日本进台湾 你想想看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台湾来讲就不应该了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境外回来 把病毒带回台湾 带到台湾来 这是不应该的事情 所以当时澳大利亚 封住了 也就是 即使连澳大利亚的公民 在印度的都不能回来 那这样的情形 在澳大利亚的内部 引起了很多的人的批判 对 但是问题就在于 这些澳大利亚人 或是印度人 却可以从印度跑到台湾来 那这个稀有吃力 他不是台湾人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民进党政府的这种 怕外国人 怕到这个样子 这个让我们觉得是 匪夷所思的一个地步 另外一个您提到的 也就是 他的工作 他的职业 他是不得不飞行的 他一定要飞的 因为他要把人 把货运送到国外去 这是他的工作 而且对台湾的经济很重要 为什么 如果台积电的这些东西 送不出去的话 那对全世界的影响 对台湾的影响 那真是很巨大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就应该给这一些机师 还有机场的工作人员 先打疫苗 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 旅行疫苗 结果你看当初 那个李炳怡怎么骂的 怎么嘲笑的 我们当时不是一直主张说 你这一些 要常常要到国外去工作的 这些人 你应该给他打疫苗 优先给他打疫苗 结果这个CDC的顾问 还在那边嘲笑 后来柯文哲不是很生气说 他第二天他会改口的 他会后悔的 因为大家很明显的知道 这个就是盲目的自大骄傲 所以整个视野变窄了 一个人如果心胸是宽大的 谦虚的 他的视野自然就会拉大 好那现在的情况就是 陈时中也好 他旁边的顾问也好 民进党也好 就是骄傲自满 自大自富 眼光越来越窄 心胸越来越窄 各种建议都听不进去 刚立自用到今天 这样一个最典型的案例 就造成今天这个结果 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说 当各国的疫苗越打越普遍了 像以色列跑到最前面嘛 五成多了快六成了 然后美国他们也已经四成多了 快到五成了 拜登希望能够在七月的时候 打到六七成 英国也出来了 法国也在赶了 所以中国大陆你看 中国大陆上个礼拜 才四亿多计 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就打了五亿多计了 他们一个礼拜可以打到一亿计 所以他们也已经在加强 在加紧了 大家都在加紧 欧盟也对中国大陆打开了 也就是说大陆人可以到欧盟去 不用隔离了 您想想看 从这样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 这一些主要的经济体 都已经开始在准备解封 在暑假的时候 朝解封的方向再走 他们的经济的需求 会越来越活络 而台湾按照柯文哲的判断 台湾的情况就很不理想 而且会其实 其实他是雨带保留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很严重 而且已经社区感染了 所以现在怕的是说整个蔓延开 因为筛减量还是不够嘛 所以还是看不出来真正的情况 现在大家最焦虑的是竹科 南科 中科这些大的台湾的主要生产力 如果开始有更多人感染 那这个时候国外的需求正在增加 而台湾的整个经济往后走 我们现在是商业已经服务业 还有我们的基本的这些 都已经传统产业都受到影响了 那如果你高科技产业受到影响 台湾的整个经济也崩下来了 医疗崩 经济崩 民生社会的秩序就开始失控 结果警察也没办法打疫苗 警察怎么执行 怎么执法 医生 护理人员没办法打疫苗 都没办法执法 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 其实事实上已经有 显露出一些台湾的安全上的一些隐忧 已经越来越严重了 那最后你听到柯文哲的讲话里面 其实有一种无奈 也就是说年纪越大 像我是年纪大的嘛 年纪越大的感染到以后死亡率越高 然后他说文献已经出来 文献 医学的文献 我想这个王医师最清楚 医学的文献那不是简单的事 那是要经过科学很严谨的论证的 80岁以上的死亡率到20% 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 如果有人在那边讲风流话 说诅咒年纪大人赶快死 让台湾年轻化 这些人是毫无人性的 我们把它剔除外 家里有老人的 就是有爷爷奶奶的 我真的是很奉献 我们要珍惜他们的生命 所以所有的孩子 不管他的儿子 孙子 孙女儿们 我觉得回到家 一定要把自己的所有的工作做得很好 避免你的爷爷奶奶受到感染 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做到 可是我觉得他透露出来的无奈是 有症状的感染者已经被确诊了 然后但是不得不还是放在家里面 对 坦白说你不觉得这个是很难忍受的事吗 那也就是为什么当初大陆一个方舱医院 就是把他们都集中到那地方 进行集中隔离治疗 然后等到确定他们都度过安全了 才让他们出去嘛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变成是已经确诊的 但是不严重的却是家里等待 然后要不就是防御旅馆 然后要不就是检疫所 可是问题就在于 他一直在强调 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情况 每一天就是几百例几百例 这样子一个筛检出来 而且一直在强调一点 没有广泛的筛 如果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话 你这些防御旅馆检疫所 也都会爆开嘛 那是不是更多人就变成在家里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